这时候又看出来 刚才把这个黑球贴死还真有好处 现在这个篮球的位置 很别扭啊 有点薄 油量大了 难受啊 这几局都没状态 进攻准备都不够啊 走位走位不到位 对 防守的话 又没防住 一直这种状态的话 这比赛没法打 达克迪的水平并不差 其实他现在这种状态就是 他需要对方啊 需要罗伯森的一些失误 然后给他一些机会 让他把手打热 那这个比赛还有个打 那如果总是这样抓住一个机会 没有还没有来得及调整手感呢 他就出现失误了 或者说这个总是找不到一个很好 去协调好一个很好的位置啊 这个比赛其实很简单了 对 所以好像对手又来越刺激了 对 可以看得出来 罗伯森 对达克迪 根本就没有什么心理压力 嗯 一上来就敢于直接先把这个红球腿打散 嗯 首先就是一种表明一种态度 对 我不怕你 他自己觉得包赢 这种感觉 用这个打法来向对手试飞 嗯 这个白球控制的 好在是不是还有鼎态啊 看这个分数现在是领先46分 如果打进篮球领先51 嗯 延分 嗯 延分 由于黑球是在库边啊 对 所以这个 这基本上算是赢 基本上算是超分 嗯 刚才看了一下长台的成功率啊 由罗伯森只要是往里面去进攻啊 错啊 都是 都是打进啊 成功率200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 罗伯森特别不情爱把这三个红球给打散 嗯 嗯 来考虑是不是把粉球也给贴死啊 哦 还真是 Nior Robertson 12 好 也算是达到目的了 这招 说我现在有点坏啊 嗯 哈哈 很聪明 红球也没有打散 嗯 把这个粉球也是贴到了底库附近 虽然贴的不是很死吧 但是这个意识是好的 效果也还不错 嗯 这种球要在我们平时打球的时候逮着就打了 嗯 嗯 太足了 这局打到敌又没了 嗯 这样打的话 这达到敌也确实没有什么办法 哎 Nior Robertson 1 嗯 52 台面还有43 嗯 需要做两个半 大迪现在是需要把台面上的两颗红球啊 嗯 需要变成三颗啊 嗯 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自由球 有机会啊 这个粉球的位置我看挺理想 对 粉球这个位置不错啊 如果一旦做到粉球后面那是很难解了 应该是 嗯 本意就是这样 嗯 就是要奔这个粉球后面藏 所以这个萝卜台千万别大意啊 嗯 8 那看这一根控制的怎么样 效果 有细 嗯 嗯 做 这才做的 哎 抱歉啊 嗯 看他的这个意思好像不是很理想 这有有线路解 现在有线路解 两库的线路 啊 如果更贴近粉球一些的话 这个如果正好是在粉球下方的话 这个球没法解了 基本上是 嗯 现在也难解 现在这条线路虽然有 但是 不是很容易能找精确啊 嗯 嗯 别的线路啊 这个 我们找不到吧 这条线画的有点 有问题啊 这条线是不会形成这个角度 有点别扭 应该再往这个 现在在这个这个下方 往中担口再靠近一些啊 才有这个线路 第一库的入库点啊 要往这个中担口再靠近一些 哎 这 大致上只有这么一条线路 嗯 自古划山一条路了 再来吃 好熟 哎 哎 看一下 哎 哎 至少吃的时候大半可求 嗯 这正像刚才许志导说到的啊 这个 洛伯森解除这个线路 嗯 白球仅仅是在这个中代代口 稍微偏上了一点点的 对 比这个导播画的这个线路 要往下的那么两三颗球 嗯 刚才这个可能是视觉的误差 嗯 刚才那个线路 肯定是救不到的 我画的那条线 这洛伯森非常明确啊 这彩球我得往边上 顶就往边上顶 嗯 这要做三个的话也挺难的 如果能够要到一个自由球的话 嗯 可以把这个三个四头盒变成两个 嗯 危险了 不行 这样的话有机会 一个远台 嗯 这个成功率应该是不会百分之百了 嗯 呦 不好说 哈哈哈 是不是给打住了啊 大厄迪现在可以是通过这一杆球啊 虽然是给自己做到 但这杆有反反坐斯诺克的可能啊 如果角度和力度掌握的好的话 这杆如果能够反坐上的话啊 应该也会能达到不错的效果 但是这种可能性是非常的小啊 来看大厄迪 嗯 嗯 力量再大一些啊 就更好 这一杆做 做路了 但是等于没做一样啊 非常好解 白球刚好的贴死篮球的话 那这杆就没法解了 哎 哎 嗯 那个平线比较多压力也不大 算的不够细 嗯 打厚了 又给一个机会 再来考验考验 这个准度 哎 这回要按上了点劲 嗯 4 6 力不从心啊 哎 真没有办法 年轻人就是不一样 他已经40岁了啊 当年的黄金一代的之一啊 41岁啊 1968年9月17号 41岁 基本上算是跟亨特利啊 嗯 呃 乔斯维啊 这些全啊 对 同龄 亨特利69年呢 比亨特利还要大一岁 24 不过其变 不过其变 非常完美的开局 不过其变 不过其变